來 三 二 一 三 聯合報系與新北市教育舉止 108年起合辦公益寫作班 累積超過150所國中校 超過4000位學生參與 近日更舉辦真文頒獎典禮 期盼在文學的花園世界裡 每位學生能夠向園頂一班 依照自身的專長及喜好 培育自己的文學作品 以消極真文比賽形式 切磋文筆實踐作學 我覺得寫作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個非常放鬆非常好的事情 這樣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 讓別人知道 這樣也不會造成對方之間的誤會 我覺得寫作帶給我 輕鬆跟快樂的感覺 因為我寫作的時候 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抒發自己的情感 寫作可以帶給我放鬆 心情和壓力 它可以讓我在文字裡行間裡面 輸展我的情緒 就是它表達的方式 然後就是它會有一些 邏輯上的思考 然後創作 感覺都變得比以前更好 會中聯合報新聞部副主任 林真忠也分享寫作經驗 美麗學子廣泛閱讀 深用文字力量 讓世界更美好 而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局長長明文 與聯合報事業處發行展業部 總經理防陶中 也到場鼓勵學生透過閱讀 培養思考 運用協作表達創意 聯合報有個很重要的社會責任 我們除了監督有權力的人之外 也在社會上關懷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就找了新北市政府 來規劃以公益的方式 讓相對在學習資源落差的小朋友 他有個學習的機會 就像我們推動聯合杯作文大賽一樣 歡迎全國各地喜愛閱讀 喜愛寫作的小朋友都能夠來參加 今年的閱讀寫作班 尤其是公益寫作班 已經邁入了第四個年頭 很多的孩子 尤其是弱勢的孩子 可以有機會 在閱讀寫作的能力上可以培養 那當然也結合我們聯合報 一個非常寶貴的 閱讀寫作的資源和專業 我們共同的結合 讓我們的公益寫作班 持續的推動 那新北市對於閱讀教育 也會長期的投入 未來我們還會繼續跟聯合報 還有我們更多愛好寫作的老師 朋友們 我們大家一起來 讓新北的閱讀寫作 可以從小扎根 讓每一個孩子 擁有更好的競爭力